香港人多車多遊客更多 特別是週末 在鬧市行走可以說是寸步難行 有時連舉高相機拍照的空間都未必有 在這個週末我們在中環6號碼頭出發 只需要半小時的船程我們就來到平洲 平洲不像長洲南丫島這些早已變成遊客熱點的外島 漫步平洲街頭寧靜寬闊的大街 蔚藍色的大海波光輪輪 又真是有一種去了外國度假的感覺 在城市生活的急躁一掃而空 又或者在事事追求效率的香港 漫已經成為其中一種奢侈的享受 平洲上的餐廳選擇不多 所以不少的遊客人都會在這裡試試其心冰室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哈多士 它的味道不符 價錢坦白來說就貴了一點點 再配一杯奶茶紅豆冰或者菠蘿冰 都是不錯的餐茶選擇 吃完之後我們在平洲街頭繼續散步 大概不同地方的貓都有不同的性格 平洲的貓就是懶洋洋和怕生的 再走前就見到有個賣炭燒雞蛋仔的叔叔 距離十米就已經聞到一股味 真是非常之香 熱辣辣新鮮出爐的雞蛋仔 裡面有一點點椰絲 非常之好吃 真露水泡 最後我們登上平洲最高點 首子山 平洲的地勢相對平坦 我們只需要走三百多級樓梯 就登上首子山 我355級樓梯 終於上到彈園之地了 這裡有一個三角監測站 這個高度是多少 讓我看看 應該是九十六米 然後有三百六十度的景觀 然後有一個涼亭 你站在這個OpenState是非常之熱的 但你去過涼亭 以後真的有陣陣涼風 這個涼亭叫什麼 鳳平亭 日落時分 剛好有曳光 拍照也很美 今天的平洲探險之女成不成功 對 成功 成功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